加拿大駐日本大使伊恩·麥凱向国会表示 加拿大需要挑战中共在经济胁迫等方面的立场 来帮助印太地区经济小国 摆脱过于依赖中共极其受其威胁的问题 2022年 加拿大颁布印太战略 将中共列为最具破坏性的全球大国 印太战略一周年之际 伊恩·麦凱认为 这份战略有效针对盟国贸易和民间关系 加拿大也将东南亚盟国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麦凱补充道 加拿大在该地区的军事增援 受到了盟国的好评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希 实习记者初纪加拿大报道